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沛哲 欢迎收看生活快意通 今天我们要聊这个话题 其实也是无所不在的 就是不管是我们十一住行当中 食物 衣服 空气 环境 其实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毒素 虽然在一时当中 它不会对我们造成什么伤害 但是长期累积下来 对我们的人体健康 真的有非常大的危害和危机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个 叫毒物专家 非常了解 而且同时她也是我们主妇联盟 环境保护基金会的讲师 一起来欢迎陈修玲老师 佩真好 大家好 陈老师很厉害 她还出了一本减法健康书 什么叫减法健康书 听起来好像就是要减 什么都要少 对不对 对对对 一开始大家看到减法健康书 会联想到减肥 对 马上就会想到减肥 或者是一些数学 对对对对对 因为有时候减肥 给人感觉是 是只是减去重量而已 可是对身体可能不健康 那其实我这个减法健康书 联想从一个基因安减的这个注音符号 对因为基因安减 你查字典它会有减 减式的减 就是说你检视周遭的事物 包括你吃的 对检查 再来减去不必要的东西 包括加工食品 或者家里一些东西其实不需要 然后呢 甚至可以减东西 有人减的时候 像去有些废物利用 可以减回来再利用 对 重量的一个概念 对对对 那另外一个就还有个DIY 用剪刀去创造你自己 你喜欢的东西这样 所以从这个减减减减减减减 我联想出来 写一本这样的书的话 而且是对我们的身体是好的 身体会健康 对我们的环境是好的 有环保的概念 对 所以减法健康书就是这样出来的 而且你刚刚一讲减 我马上第一个想到的减 就是简单的减 对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定要简单 对因为我们家庭主妇 几个妇女 真的没有时间处理很复杂的事情 所以事情要越简单越好 对对对 所以这些观念上面 或者是生活形态的改变 都要越简单越好 主妇联盟环境保护这个基金会 这基金会主要是在负责什么部分 环境保护基金会 其实就是以关怀我们台湾土地为主 那出发点是这样子 那之后呢也发现说 我们吃也要健康 所以我们的蔬菜水果 我们希望吃的健康就是什么 尽量炒有机吗 对 我们如果能够不撒农药 不破坏我们的土地 那土壤是好的话 你种出来的那个蔬菜水果也是健康的 所以从这样的出发点 就慢慢的衍生出说 除了环保还有消费方面的 了解 所以我们主妇们就是要 就是可以常常参加这个基金会的一些活动 增加自己的知识跟常识 对 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利用我们的节目 好好来了解一下 在有这环境当中 有哪一些毒素 其实我们是可以避而远之 然后呢 让我们减低它的最大的伤害 那从室内的这个毒物开始来看好了 好 这事物毒物源头 这一些不是都是我们每天在用的东西吗 对 大家通常都关心吃的 我相信很多人看过很多关于吃的方面要注意什么 那可是我自己 其实我比较在意的反而是吸入性的危害 因为你吃的东西的话 你可以控制说 我要买这个我要买有机的 我不要买加工食品的 可是呼吸没办法 房子一买就住下去了 我待在台北就 几乎就是待在台北了 而且我又不能憋气过生活 没错 一直在呼吸 那大家很在意说 外面的空气污染 那你可能可以选择出去的时间 戴口罩啊 什么之类的 那可是呢 如果是在屋子里的毒气呢 其实很多人都会忽略掉 那比如说家电用品的重金属 阻燃剂 塑化剂跟挥发性溶剂 其实像我们这个电视 家电用品 因为我本身在环保署的环保标章 担任审查委员嘛 所以我们就发现说 每次那个家电用品来申请环保标章的时候 它要什么 它有一个重金属油 几种重金属不可以超标 然后呢 阻燃剂不可以含油 就是多锈连本蜜 这个会导致内分蜜失调的 然后呢 还有塑化剂 上次塑化剂的事件 那个是其中一个 还有一些挥发性溶剂 就是你很多那个东西塑胶 它其实是有味道的 对耶 你刚才讲 我在想一想 有一些家电 它一开的时候 莫名就会有一个塑胶味 没错 因为你一加热嘛 充电 就有电来的就热起来 然后塑胶味就出来了 所以基本上 电器油品其实里面很多毒物的 当然你不会去吃它 可是因为你插电之后 它会挥发出来 对 所以我们要怎么选 就是要有环保标章是不是 对 选购环保标章的产品 至少已经陈老师先过滤过了 对 我们有一堆委员 不是只有我一个 这样很多专家这样子 那大家就可以在那个绿色 生活网上面去看 可以查得到 对对可以查得到 那另外是塑胶制品的塑化剂 跟挥发性溶剂 其实像很多那个 我们喜欢给小朋友 那个垫子有没有 塑胶垫 那是塑胶制品 我刚才在讲那个地垫 对不对 对对对 小朋友他撞到什么 他地上就铺那地垫 对 我真的有遇过那一打开 那个味道难闻到 我心里想说 这小孩子应该会昏倒在地垫上 没错 而且小孩子都贴在上面 睡在上面 我小孩还在吃地垫 哇 有一天我回家 我就看到我地垫怎么扫一块 就是扫一个角 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就想说 是不是保姆来的时候 把它弄破了 后来有一天也是 就是我自己带小孩有一天 然后也是猫猫猫的 我一转头 我小孩坐在地垫上 拔地垫起来吃 因为它软软的 软软的 好像棉花糖一样 还变成Q糖 对 小时候有这么饿吗 吓死我了 对 那像这种东西 很多塑胶制品呢 它其实都有塑化 尤其是越软的越危险 因为它有塑化 其实让它软软的 然后挥发性溶剂也是一样 就是说你闻到那个味道 闻到味道有个好处是 你有解决性 最怕的是 有的是没有味道的 那我们比较容易碰到的 挥发性溶剂有哪一些啊 就像本 甲本 像油漆那类的 本甲本 二甲本 那比较糟糕的是像那个什么 甲犬 它是致癌物 所以像很多那个装潢 我们有提到下面这个 像装潢 对 家具装潢 所以能够少装潢就少装潢 我的意思是不要频繁的去装潢 因为你每一次的新的装潢 就带进新的一些 不管是家具啦 或者一些建材什么之类的 那你可能就带进一些这些阻燃剂啊 什么甲犬之类的东西进来 对 小老师叫我们不要装潢 那我们家徒四壁吗 那总要七流七吧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不要频繁的 当然你要搬进去之前 你先装潢好 通风 通风很重要 对 那可是如果以甲犬为例子的话 它其实很容易在那个高温潮湿的时候 才会那个让你闻到 那平常你可能闻不到 可是那样就有点不太好 因为你只能天天在吸这个阻燃 每天都在 对对对 所以我们不要频繁的装潢 好的 然后地板窗帘的黏着剂 挥发性溶剂阻燃 你可以发现你看 阻燃剂怎么那么多了 其实这个阻燃剂是 就是防止说火灾发生的时候 它迅速的烧开来 所以像我们的沙发 就是仿制品 沙发还有些甚至小朋友的衣服 它会有这种阻燃剂 还有窗帘 这些东西会放阻燃 那但阻燃剂现在有很多种 其中比较毒的 现在陆续在禁用当中 因为我们平常 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阻燃剂 对啊 我们怎么会知道 我们这个衣服有阻燃剂 感觉就是一个不溜 因为它会担心 我们知道老年人 比如说我在煮饭的时候 万一袖子不小心 就放到瓦斯爐上就着火了 所以他们 还有一个就是床垫 有的人可能在家里抽烟 在床上抽烟 所以这就是美国人 他们就想得很周到说 那这样以防万一 我们这个床垫就加阻燃剂 加阻燃剂 可是这种东西后来发现说 它会有影响内分泌的性质 这样子 所以要避免这样子 可怕了 对 个人清洁用品也不行 其实很多个人的清洁用品 包括化妆品 香水 方向镜那种 任何东西都是 让你闻起来 可能你觉得就好像比较干净 可是不见得就是它是干净 其实那种味道 其实可能会盖过臭味而已 结果你反而吸入这些 这些味道其实很多的 都是挥发性溶剂 那它会影响你的神经系统 那有的人会过敏 就说为什么我常常会头痛 然后甚至气喘等等之类的 那这种东西经常都是 比如说它躲藏在香精里面 就当作一种香精用 所以这种东西 如果能够避免就避免 对 你说方向剂我们可以不要用 清洁剂我们用清水就好了 对不对 杀虫剂 尤其有小孩更要小心 最好不要用到杀虫剂 我们也没有在家里喷这个东西 因为它真的久久灰 就是散不去 你知道吗 对 但是你说个人清洁油皮 每天要洗脸洗澡 或者是你就化妆这些东西 但是我是觉得是少用 就是其实不是说 它一定会怎么样 可是如果你家里是有 过敏儿的时候 你就要先想到说 这些东西是不是对它 皮肤有刺激性 那是不是吸入性 是不是会有造成气喘 了解 那这种东西少用 就能够避免一些 好的 那另外还有一些烟 这些烟大家都非常熟悉 烧香对不对 拜拜 二手烟 对对对 当然有时候一二楼有蚊虫 或顶楼有蚊虫 会点个蚊香 对对 这些东西就是 就是 好像感觉有烟的话 如果拜拜好像有烟 好像上搭什么那里 对 可是事实上这个 只要是燃烧 都有可能产生戴奥性 所以尽量避免燃烧 甚至我也不鼓励大家 经常去看那个烟火秀 其实那个烟火 一放烟火的时候 它其实烧掉很多的 重金属跟塑胶的 所以这样我们在 哇 对对 掌声欢呼嘴巴张开开的同时 我们一直在吸那些 所以常常会说 你不要在那个下风点 有没有 就是觉得 哇 一片那个毒气就过来了 对 我觉得被陈老师这样一说 我们好像 很多东西真的要越简单越好 待会我们继续来跟陈老师学习 怎么样用减法来得到我们的健康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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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strict 好 好 我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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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生活快一通 继续我们要跟我们 陈修林老师来学习 怎么样可以得到健康书 用减法的方式 把这些不好的毒素 来减掉减掉减掉 所以刚刚特别讲到居家环境 其实有非常多的 毒害的源头 但是我觉得我们家庭主妇 最常遇到的一种就是 我们在家里 就是要用很多的清洁用品 来打扫干净 我们就是为了让它很干净 所以我们才用清洁用品 但是现在陈老师要告诉我们 这些清洁用品 其实也有可怕的一些毒素在里面 对 你刚刚有提到说 简单的生活 其实在我家的话 我大概就准备两个 一个就是小苏打粉 那一个就是柠檬酸 那当然厨房里还有白醋 这个就是我三个基本的 会用来清洗的东西 那不建议用外面那些 什么多功能啦 然后超强啦 那些东西那些形容只说实在 它如果这么强我反而很担心 因为通常那么强的话 它可能是强茧强酸 对 那这种东西 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 就是过年的时候 妈妈在大扫除 结果她就把那个什么通马桶 什么之类就放在旁边 自己给她扫 结果两个小孩子不知道 就把那个拿来 因为她一压就喷出来的 拿来互喷 结果两个就受伤住院了这样 所以那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说你看 如果说它安全的话 为什么互不必须到住院 所以它是很毒的东西 对 那所以你说 什么强效啦 特别有效或是什么 白怎么样之类的 多功能 然后又很可以 可以一插过去就 哇 发亮 好心动喔 对不对 厨房 厕所的都可以用 对 那种我更担心 所以其实就算用小苏打跟白醋 跟柠檬酸也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可是它们是属于若酸若碱 所以就算你碰到一下下 洗一洗就OK了这样 更何况有的人还会什么 自己自作聪明啊 这一瓶加这一瓶是不是更加强 就反而产生毒气 毒死了都有了 所以基本上我们觉得说多功能 多什么什么之类都不要 还有一个很多清洁剂都会加香精 就是为了让它就是 感觉 感觉很好闻 因为有柠檬清香感觉 就觉得更舒服 对 我也想说 有那个柠檬味啦 有橘子味啊 也有那个薰衣草啊 对啊 那感觉就很干净 好像很清新了 可是事实上那些香精啊 绝大部分都不需要靠一些 我们刚刚有提到溶剂 挥发性溶剂这样 那尤其像 我知道很多人喜欢 现在天然橘子油精 对 但事实上 就算它是天然橘子油精 里面呢 有一个叫贴锡的成分 这个成分 美国的环保署 我特别 第一名说 你们在用这个的时候呢 一个一定要注意通风 然后如果家里有一些什么 会产生臭氧的东西的话 有空心清晶机 会产生臭氧的话 要小心 为什么 它臭氧跟这个贴锡 会产生甲醛 又致癌了 对 又致癌物会产生这样子 所以它说它甚至叮咛说 这个抹布如果你用橘子油精 擦过的东西 这个抹布请你赶快拿到外面去 不要放在 觉得橘子油味道很好 其实我问过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 我曾经用那个橘子油精 一喷了之后 我觉得我的喉咙不舒服 因为它就算是天然 可是这种贴锡的 它也是很强力的那种容剂 那也有人说它喷了又头痛 所以基本上 我们不应该把天然两个字 当作安全保障 所以这些事情大家要小心 所以现在如果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很多标榜 就是一直强调它是天然 因为大家都要天然的最好啊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 那天然就是好啊 所以现在已经不能迷信天然这两个字 不可以 不可以迷信天然 对 那所以基本上我觉得 像刚刚提的小苏打 白醋 柠檬酸 三个简单的成分 就能完成家里的清洁的工作 好 所以这是家室的部分 简单来讲其实就是可以用这三样东西 但是我们总是要洗衣服啊 对不对 那衣服当然就是要用那个洗衣精啊 然后再加柔软精啊 再加什么香香啊 这些还有好多好多好多的选择 这些东西它洗在就是附着在我们的衣服上 反正讲我们通风应该就好了吧 洗衣粉的选择我知道对很多人都是一个困扰 就是希望它洗得干净 然后又有香味 又不要太堵棉的残留在衣服上又什么之类的 比如说哎呀到餐厅不小心那个服务生帮你弄到衣服 倒一杯那个果汁或什么弄到衣服 那如果你马上跑到那个洗手间 用水冲洗马上洗掉啊 是因为如果说你不马上洗就让它流在那个地方 它跟空气氧化啊 渐渐渐渐渐渐就什么就跑到你的纤维里面去 那才不容易洗 所以其实大部分都可以用水洗掉 所以我们人附着在衣服上面的汗啊什么 都是可以清水的洗掉 其实大部分可以洗啊 对那当然有一些特殊味道我们知道青少年的时候 因为荷尔蒙的关系那那时候才需要加点说 洗衣粉这种可以去油 主要是靠界面活性剂啊 对界面活性剂它就是可以去油污这样 那当然你刚刚有提到说 诶有的说什么白色色啊那种 就是因为加了荧光真白剂 对 荧光真白剂其实就是一种染料 那其中有两类的化学物质是被认定说 可能会导致什么你知道吗 可能生育的毒性 生育哦 那另外可能是导致鸡胎 在动物的实验有发现这样 所以这两类东西 因为我们也看不出来啊 它也不会写啊 荧光剂这种东西真的看不出来 除非我们就是要有那个 要去照 对到夜店是不是 要有那个灯 要不要哪照得出来啊 对啊 所以这你也不晓得 对啊 再来还有一个就是你刚刚提到的柔软精 对 其实这个柔软精那一次 应该是在国外的时候啦 我刚开始也不晓得 那我就刚去国外那同学就说 你要烘衣服喔 你要用这个 我们国外没有晾衣服嘛 这只能烘 你要撕上去 要进去这样子 然后我说 是味道很香啊 很香啊 好舒服 可是啊 衣服拿出来就是不会叛哩叛啦 这样子啦 就不会有静电 对 然后又觉得衣服变好软 对 很香 就觉得嗯 这衣服穿上去好温暖喔 好舒服 可是那个并不是必要的啦 好 我曾经碰过一个小朋友 我每次碰到他 我就觉得他很香 而且是某个品牌 很有名的柔软精这样 我说妈妈啊 你那个最好不要给他洗喔 你衣服洗这样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香精 经常是一个过敏的来源 然后第二个会刺激皮肤 对 所以这种东西 在美国的环保署 特别还特别显 香精是越少越好 千万不要放在洗衣粉里面这样 那你的小宝贝喜欢这样子 然后他就说 没办法呀 因为他都说 同学们说这样才干净啊 就连这么小的小朋友 都觉得香香才是受欢迎就对 对 他就觉得那才干净 所以大家对干净的定义 变成是用香味来取代的话 我觉得这样子蛮危险的 以后万一你对什么过敏 你都不知道 你还认为说 这个香精是好的 所以难怪就是大家一直过敏啊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其实那些过敏源 就是这些香精可能造成的 对 那就更直接讲这些芳香剂啊 因为大家都觉得厕所 就是会有一个味道 所以就不断的喷啊 对 就是盖过错位 对 然后还定时会喷 有没有 或者一些公共厕所 那个公共的场所 那个餐厅也是定时就 我一闻那个味道 我就会头晕 对 我也会头晕 对 我也是 但我觉得大部分公共场所 餐厅那些 厕所用的那个方向剂 自动在喷的那个味道 就是很厕所啊 很厕所 就是这些是不是也有一些 有 其实经常在放在公厕的 都是像142绿本 142绿本这个东西呢 听起来也很复杂 142绿本它的外形做成就跟长老丸一样 嗯 张老丸是白色的嘛 对 可是后来演变出另外一个叫做 耐丸也是白色 那142绿本它也做成像白色的 所以基本上 耐丸就是残痘症的人不能吸到 对 它会有溶血效 然后再来就是142绿本的话 它虽然没有那样的效果 可是呢 它对我们的环境 跟我们的肝脏可能有毒性这样子 所以这种东西其实没有必要 我们就不要放 我觉得那个公厕喔 刷得干净一点比较重要 而不是那个味道 对 因为总是要让客人觉得进去的时候 哇 好像有五星级的感觉嘛 嗯 对啊 那我们这个没办法 因为在外面难免会遇到 但是以我们居家来讲 我们常常洗衣服的时候 就是会觉得说 这白衬衫不够白 我们来加点漂白水好了 嗯嗯 漂白水喔 一般分成氧系跟氯系 就是双氧水系的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次氯酸钠的 次氯酸钠比较毒 嗯 所以基本上 都会建议说 要用漂白水 就用那个双氧水系的 那我们 它上面会有写它是双氧水系还是 事实上可以啦 嗯 你可以从那个 去大卖场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 它会说我是氧系 氧气的氧 嗯 对 所以就选氧气的是不是 对对对对 那就是过碳酸钠 它是融在水里面的时候 才会产生双氧水 嗯 它是白色的那种 放进去才会产生双氧 那它的消毒杀菌就够了 因为我们衣服没有到那种 很恐怖的阶段 对 当然除非现在是什么SARS 除非是什么SARS 或现在是什么中东流行病 那种才可能需要这样 一般我们大概就是 双氧水就够了这样子 那另外 比较高级的也有人用什么臭氧 那可能是那个Hotel 它们那种会用掉 那我们不会用掉 那这个东西那 顶多你碰到 譬如说我们有时候伤口 碰到双氧水会有白白 顶多痛一下下 这种它是消毒的作用这样 所以这个就好 那如果是次氯酸 那会产生氯气 那非常毒 它不但嗆到你的 它会腐蚀你的气管之类的 所以那个还是不要用 所以我们在选这个 漂白血的时候 也要特别注意它是 氧气的氧 对 一定要选氧气的氧 这一个系列的 就是比较安全的 对 那当然这个是衣服 生活上的这个 我们无法避免的一些毒素 那我们就是只能在不断的教育自己 让自己增加这些知识 尝试在选择上面 可以做聪明的选择 对 待会我们会告诉大家 在食安的问题上 在吃的这个上面 我们要怎么样选择安全的呢 回来告诉你 J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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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生活快意通 刚刚我们聊了很多有关 我们生活上面有一些毒素 我们要尽量避免 其实更可怕的呢 就是在于我们平常吃东西上面 食安问题其实就是现在 大家最会讨论的话题 那以我觉得台湾的这个生活形态 尤其是在都市 在都市大的生活形态 你会发现 人手一杯咖啡已经变成 好像是一种时尚 一种时尚的生活态度 好像我今天拿了一杯咖啡 走进办公室 就是看起来就是比较厉害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 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以前在西雅图念书 对离奥的刚刚很近 对 知道我那时候在学校念书的时候 我也无法理解 为什么每一个同学 手上都拿一杯咖啡 那因为西雅图就是咖啡很流行 Satbox啊 对 就是从那边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那是一种 好像传染 你知道吗 就是你有喝 你有在喝 那我也要喝 就是好像要跟得上大家 那现在我觉得台湾也是这样子 在都市当中 大家好爱喝咖啡 那咖啡的问题是在于 当然有咖啡豆啊 这些我们就不研究 我们现在讲的是我们市售买那个咖啡机 前一阵子新闻爆出来说那咖啡机是万年不洗 听说是非常非常脏的 就是都没有人去洗那个咖啡机 我想咖啡 我们冲泡咖啡或煮咖啡 其实有很多的形式 那如果是那种最快的好像看起来就是有金属有塑胶的东西那个东西 然后你又看不到里面那种东西的话 你其实都要担心了 第一个就像你刚刚说的 如果它都不洗的话 其实如果说它一直在使用 一直在使用的话 其实我比较担心的是说 因为那个咖啡豆本身它是有油脂的 所以它的油脂可能在里面之后久了 它会我们知道油油耗嘛 所以可能会影响它这个咖啡的风味 再来还有一个咖啡垢会在上面 我们知道我们的咖啡杯 你不洗它 就白了就变咖啡色了 很明显就会有一层那个垢 就是再也洗不掉了 那要洗可以了 用小苏打粉可以洗掉 可是你如果平常菜瓜布还不见得刷得掉 所以你如何去刷到这个咖啡机里面的咖啡垢 所以我想有一个担心的就是 那个咖啡垢一直在那里 可是如果那个咖啡垢一直在那边 它煮出来咖啡味道没有变 它那个会有什么不卫生吗 我觉得它如果一直在冲泡 我觉得是不会 反而是我担心的是什么打奶泡那个东西 如果我会问到 因为那个牛奶是高蛋白质中 容易坏掉这样 那另外一个就为了要冲掉里面的咖啡垢 曾经就用那个什么清洁剂嘛 对 那清洁剂不是也发生过 清洁剂洗下去之后 你没有在后面的继续冲洗 反而清洁剂残留 对不对 所以这次是第二个风险在里面 那你当然不希望有清洁剂啊 刚我们聊那么多 喝起来怎么涩涩的 还有泡泡 泡泡闻起来有肥皂的味道 那就不要再喝了 对 然后第三个我必须要提醒大家是 其实咖啡机用太多了 多到现在已经国外已经开始种植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发现咖啡机里面的重金属钱还不少 可是说营业用的吗 还是我们家用的也会 我不知道你的家用是指 现在就是乔治库隆尼都叫我们喝咖啡啊 帅哥喝咖啡啊 因为我自己不是用咖啡机 我只用简单的自己冲泡而已 自己煮 所以咖啡机 我们以前传统的咖啡机只是一个水倒下去 水就出来了那样子 可是现在很复杂 我们现在很复杂 就是一个胶囊放进去 就可以煮出一杯跟外面卖的咖啡一模样好喝的 所以它里面的机器的设计什么 我相信有更多的金属在里面 尤其最担心的是铅 那铅这个东西呢 在小孩来讲 它会影响他的智商IQ 那当然小朋友可能不会喝咖啡 可是铅对一般人成人而言是会影响血液方面的疾病 对 所以现在国外开始针对这个咖啡机的铅的问题 做希望将来定一个标准 也就是说你们现在在喝的是 不知道里面有多少铅 我们都在喝韩清咖啡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是我们看不到的 你真的不晓得 那如果你又是天天喝 天天喝那造成的影响就可能会会有点大 就是会有累积的问题 对 那如果久久喝一次 要不然你就常换每一家喝喝看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提醒大家说 如果你在家里跟我一样自己煮咖啡 自己煮 我通常就是一个小壶啊 或是一个锅子煮开水之后 然后就一个滤杯嘛 然后放滤纸 然后过滤 那我曾经因为太环保了 太环保到说 哎呦我不要用滤纸好了 我就是煮一煮 冲后就喝了这样子 那结果呢就是在写书的当中 因为我刚好发现我的胆固醇 怎么越来越高 以前是很低的 就越来越高 我没有联想 想到写书的时候 写减法健康树的咖啡篇的时候 我就去再查更多的资料 结果发现说 他说如果你是阿拉比卡的咖啡豆 然后又没有用滤纸的话 它里面的咖啡固醇呢 会让你的胆固醇升高 我就联想说 可能是这样喔 那我就开始用滤纸 果然喔 一个月之后呢 结果那个素质再去检查 就掉下来了 所以这跟你选择的咖啡豆也有关系 咖啡豆一定要用滤纸 一定要用滤纸 一定要用滤纸过滤很重要 因为这是哈佛大学的教授 特别提醒了 那我自己就验证了以后 我发觉我上次到美国去 我们的美国的教授 一听我讲他赶快放滤纸 这不要缺了 咖啡就在喝了 不可以缺了 那这仅限于阿拉比卡咖啡吗 它是阿拉比卡 它比较容易有 咖啡固醇比较高 了解 所以喝咖啡 这个也要看你选择 还有学问的 真的 所以它不只是时尚而已喔 你要喝的健康一点嘛 因为也有一些报告有证明说 喝咖啡其实对 对那个身体某一方面 心脏还是也还不错 对他就是说 很多都会讲说 你一天喝几杯啊 对 或者怎么样 今天喝几杯 然后你会发现说 后来我觉得 我觉得我一天喝两杯 就刚刚好 就不会说什么什么 超过以后会怎样怎样 太少又不够 防癌或什么之类的 对 没错 那另外一个是 也是蛮多人会遇到的问题 就是都知道 它好像有点不太健康 但是忍不住想吃 因为隔壁人在吃的时候 你就觉得哇真的好香喔 就是泡面 对 对我特别拿泡面出来讲 就是因为它的 的确不是我们天天 会吃的东西 但是我们都还是有在吃 没错 它隐藏了一些什么样的危机 你刚刚说旁边的人 就是像我老公就这样 尤其是那大半夜的时候 你看老公在旁边吃那一碗 简直要火要冒起来 对 我明明知道那个不好 可是它一直飘香过 我就说 好啦 给我一口 我试试看 而且更惨的是 那要不然你没吃完汤给我喝 喝下一整锅的那个咸汤 对不对 更惨 其实泡面喔 它如果对面本身来讲 它有的是油炸 有的是干燥 所以它含水分很低 所以它并不需要放什么防腐剂 但是面的本身 我们必须要强调说 它反而加了很多的食品添加 有什么修饰淀粉等等之类 因为它不然的话 第一个 它要好像保持那个形状 然后又要好煮 又不能说那个 你像sparghetti那个煮好久 对不对 可是它又很快喔 后面大概三四分钟 一定要可以煮好 它要够干 然后又要能够容易煮 所以它毕竟 它需要加一点修饰淀粉等等之类 再来就是 因为它假製油炸了 会怕油好味 所以它也加了抗氧化剂 那通常他们都说 强调的是维生素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香精的问题 因为泡面其实好吃 是在那两包 对那两包调味包 它上面都有写 请斟酌使用 对不对 是斟酌使用 还是医个人 什么调味斟酌 对 问题是你就会觉得 不加这个怎么会香 所以就一定全把它加得干干净净 我觉得那个就是 大家习惯全部加 其实你如果真的加 你加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它还是够 还是很够味的啦 不一定要全加 全加的效果 我是觉得 味道是充斥了整个房间 而且久久不散 那就跟香水没什么两样 然后第二个就是 盐很多 食盐 那你知道钠太多了 钠太多对身体是不好的 所以通常那个东西应该要少放 少放一点这样 那至于还有那个油包 那个油包 我还是担心什么 担心塑化剂 因为它毕竟放在塑胶里面 然后它是油的 那通常塑化剂 就需要融在油里面 所以它放那么久 其实我比较担心 是那个油包的问题 而且我也 对 我有曾经就是 我也不知道那一碗泡面 放几百年了 就一打开那个油 已经就是成现一种很白 然后已经凝固了 变超硬这样子 都不晓得 那个是不是很久 然后还有 现在就有一种大碗的 不是有条理包吗 对 那条理包也是 我有曾经也是觉得说 好像有一点点 它照理说是真空的 应该不会坏掉 可是我也有 曾经有觉得 吃过觉得说 它怎么变得有点硬硬还是怎么样 对 那真空不是应该不会坏吗 正空理论上不会 可是因为塑胶 塑胶还是会透气的 就像我们家里的保鲜盒 其实你买了之后 刚刚星星久了 没有发现塑胶会老化 你会变得这样黄黄的 对 好像有点硬脆的感觉 很脆的感觉 所以塑胶它其实 还是有透气的效果 对 那另外你刚刚讲 那一碗的 我建议你买那一碗的时候 不要买保力龙的 可是它不是就都保力龙吗 也有脂的 脂的 对 也有脂碗的 那脂不是说表示它一定是脂 它还是有一层塑胶 不然就会破掉了 脂 碰到水会搓 所以它里面还是一层塑胶 那保力龙呢就是说 千万不要 因为保力龙本身呢 它是你家的热水 尤其是你又油 又油又热的情况下 那个保力龙 它很容易融出那个本乙烯 然后本乙烯在动物是会致癌的 然后二本乙烯呢 它又会影响内分泌生殖 吃毒性等等的 所以那个保力龙最好不要去装 那个热食啊什么之类的 好 那我们等一下 除了这个吃上面 其实妈妈在烹调的过程当中 也很容易在这个厨具上面 会有一些毒素的释放 所以到底这些锅具要怎么选呢 回来之后告诉你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回到生活快一通 继续呢 我们跟程老师来学习一下 我们怎么样呢 在选择锅具上面呢 可以选到比较安心的 不释放毒素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只要金属类的东西 好像加热 预热 其实就会有一些 化学还是物理的变化 听起来就会有点恐怖 那锅子我们要怎么选 有不锈钢 有什么铁芙笼 有铸铁 有玻璃 有好多喔 陶锅 对 哪一种才是真的安全的 我自己的话是 不会去用那个不粘锅啦 因为我自己已经会用不锈钢锅 去煮东西 煎东西 达到不粘的效果了 所以这是要增进自己厨艺 才有办法用那个不锈钢 其实厨艺 倒不是厨艺 而是说我觉得有厨房里的物理化学 就是说其实有些东西 你看啊 为什么用热胀冷缩的原理啊 就是有一些技巧啦 经验法则 经验的累积 对 所以我习惯的 我习惯用的是不锈钢锅 然后我也用玻璃锅 对 然后就是因为 刚刚提到那个不粘的那个 铁芙笼的那一层其实是一种塑胶 它是一种塑胶 所以它很怕什么刮伤 它很容易被刮掉嘛 所以它都会附上的就是 木头的这个 坚持 坚持 对 就不能用铁的 对对 因为它 就它是薄薄一层 你一刮它就 下面的金属什么东西 可能就跑出来了 再来你也可能吃掉那个塑胶啊 好 所以基本上不粘锅 我觉得真的要用不粘锅 一定要低温 那你就不要再加油了嘛 既然不粘你还要加什么油 那如果说是不锈钢锅的话 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说 比较不用担心那个塑胶的 掉漆的问题 PFOS这种就是 全服性黄酸跟全服性酸胺这些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呢 在动物的实验会导致肝脏的毒性 所以现在全世界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那比较有趣的是 大家说很担心这个不粘锅 会跑出这个PFOS啊 可是后来我们发现 其实这个东西在我们环境当中 已经流布了 那会从哪里来的 从衣服的不粘 然后这个沙发的地毯的不粘 很多都不是说 你弄下去不会脏掉有没有 对 它强调就是这地毯 你红酒滴上去 它还是可以用面纸吸起来 那个地毯完全还是干净的 对 它用的非常的多 电器用品里面也有 清洁剂里面也有 很多都用到了 现在很多啊 连就是一些桌子什么都用到 因为它希望它不要色素什么沉淀嘛 对 不要被染色了什么 所以它那种不粘已经用的非常多了 那因为用的太多了 所以它已经在环境中流布 那结果都跑到哪里去你知道吗 跑到我们吃的食物里面去了 为什么 比如说一些海鲜类 通常都会测到这些皮肤 为什么是因为 食物链 食物链累积 比如说工厂在制造 在使用 或者我们东西丢掉了之后 排放到环境当中 然后透过食物链 就跑到我们的那个食物 比如说鱼啊 虾啊 蟹那些之类的里面去这样子 那尤其是比较高 就是那个食物链的顶端的这样子 对 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全世界很关心的问题 可是你要禁用它好难喔 你现在什么都要不沾不沾不沾啊 对啊 所以不可能不用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所以我们宁愿它就是沾得到这种东西 表示它没有这个东西 比较安全这样子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都建议用二手家具 就是这样 对 这也是一个环保的一个想法 对 然后又安全 对 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 现在很流行贵的要命 我最近也是很挣扎要不要买的 就是这种铸铁锅 对 因为它很重 总觉得哇 要拿好像会练出二头肌 所以好像用起来是不是不好用 但是它又受热很均匀 煮东西很好 很易熟 很容易煮烂这样子 铸铁确实是比较安全的啦 那就像你所说的 因为它真的很重 对 我觉得对我一个家庭主妇来讲的话 通常我们锅子都喜欢怎么 一个轻啊 船热快啦 对 然后如果不沾最好 然后有时候还喜欢花俏的脸 会比较漂亮 什么之类的 所以基本上我会觉得 你是你的需要 你觉得你的煮菜 做饭的习惯是什么 然后你觉得哪个 你可以很多 如果说你说铸铁真的 我们现在力气越来越美 如果真的要去抬那个的话 我觉得那一顿饭我大概就是 大概煮一顿就休息好几顿了 所以这个是在安全上面来讲是 对要考虑安全 也要考虑这个 除了那个毒物的 受伤的安全 对我觉得那也要考虑真的 因为这样真的蛮危险的 那我的经验是如果是不锈钢锅的话 通常那种很便宜 假设你去夜市买或随便什么 正品的那种东西 其实都是很容易就变形 然后生锈 我觉得这个风险反而更高 对那比较好的不锈钢锅 它还是有点重量的 但是还是有一分钱一分货 没错那我是不会去买 特别贵或者那种很便宜 绝对不买 不会去买特别贵 因为贵它当然有它的道理 但是有的是什么 是广告效应 代言的效应 什么之类的效应 那通常我会选择比较中价位 或中高就够了 就够了 其实是这样子 也不用迷信说大名牌 对 但是我的观念都是 当我这个东西不是很懂的时候 那我就选择比较有信用的厂商 对对对 赵老师比较有 这个名声很好的 对对对 他长久经营的 对对对 对或者是我可以投诉有门的 没错 没错 对 这也蛮重要的 你不知道怎么选择的时候 就往这个方向去 对对对 好那其实看我们节目就 至少你可以挑出比较适合 比较安全的一个方式的种类 那你再去细挑 所以呢 我们今天最后也要教大家这个居家减毒的七大策略 有什么样的策略可以让我们在居家上面呢 就把毒减到最低 我们刚开始已经有提到说 除了吃之外 空气当中的毒 那我们居家环境呢 其实有一些是 有的你闻得到 有的你闻不到 但是你都要小心 所以第一个 不要平凡的换家电跟装潢 其实有的家电用品真的是 用到真的不能用了 不要说现在流行什么把它换掉 你每次换一个新的 我的感觉现在的家电用品不像以前那么耐用 对 它坏 可能它设计吧 所以不要一直换 真的是用到底好不好 也是一种节省 对也是一个节省环保的概念 这样子 慎选耐用又设计简单的家电 坏掉以修缮为优先 就像我当初曾经买一个洗衣机 它是没有孔洞的 可是那时候买很贵耶 十多年前喔 可是我觉得它的原理 我觉得我很喜欢 对 所以我买了它 然后它过了十几年才坏 坏只是因为是脱水的马达坏 那当然厂商都说 那你再换一个新的啊 没有多少钱都用这样说服你 可是后来我觉得 因为换个马达三千块 但是说不定我可以用更久 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好用 再来选择二手家具或自行组装 现在很流行说DIY啊 或者说那二手家具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环保的 也是一个环保概念 尤其是台北市现在不是有那个 就是我们常常会丢弃那个大型的 大型家具 然后它其实在把它修一修 又很漂亮啊 你可以去买那样子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环保 又省钱的方法 请打扫去除灰尘 像陈满汉毒说拜拜 去除灰尘这个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很多那个毒物 就是释放出来后到最后 经常都贴附在灰尘上面 那陈满也经常是在灰尘上面生长 所以去除灰尘非常的重要 就是家里就是要干干净净的 对对 不要说一定要到一尘不染 但是至少就是要维持一种干净整洁 对那尤其是刚刚说灰尘 如果灰尘太多 有时候在潮湿的地方 会变成细菌黴菌的食物 反正长得更多 没错 好打开空气清晶机室 不要同时使用橘子油精 刚刚我们有提到 空气清晶会产生臭氧的话 跟橘子油精的贴系会产生甲醛 它是一个致癌物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把这两样 系在一起会不会有点难 就我在开空气清晶机室 通常你也不会同时去用这个 对 因为你是打扫的时候 你应该不会去打开空气清晶 同时 像讲起来是不是 我干脆就不要用橘子油精 没错 我自己就是这样子 其实就干脆就不要用 对不要太信任那些什么 化学天然什么 我觉得那些东西 既然是化学 它就不可能是天然 对对 那清洁剂成分就是越简单越好 我们刚刚也提到 刚刚那三个就非常 小树吧 它的就是碳酸其辣 一个成分而已 那你如果买外面就是 五六个以上 加很多种 对对 然后白醋也是厨房就有的 白醋 然后这个柠檬酸 柠檬酸 这三样就够了 对 然后利用香草植物 替代芳香剂和樟脑丸 我们曾经买过那个 橘子 云香科的橘子花 它会结成果实嘛 可是它开花的时间 它就释放出来它天然的香味 那真的是天然 它一开花就有香味 那个就放在家里 比什么都好 对啊 其实家里如果有空间 可以种一些花花草草 就是那个香味是我 我觉得 那个还是真正天然 那个真的是赏心悦目 然后又真的是天然 你知道你就是心情好 我记得我那时候 我学校就是一排那个桂花 我真的 我好享受就是真的 就是那个八九月的时候 每次就这样要走过去 走过去的时候 闻到的那一股清香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因为就是真正的香 让你心情很放松的 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多种植物 对 也可以这个光合作用 让空气变更好 对 那这些真正的花香 真的是 是芳香剂 我觉得无法取代的 对 很香 不要说很香就是要真的很香 有安心 对 真的很安心 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陈秀琳老师 带来这个简法健康 希望大家简简单单 然后又可以 剪毒 剪肺 过生活 谢谢陈老师的分享 谢谢大家的收集大家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